欧盟表决通过了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那么中国对此该如何应对呢 大家好 哪怕德国和匈牙利等五个国家多次反对也没有用 在前段时间举行的欧洲最后表决中 欧盟最终还是通过了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 在这次的投票中 法国和意大利等十个成员国对加征关税给予了支持 而德国匈牙利等五个国家表示了反对 除此之外呢 还有十二个国家选择了弃权 值得注意的是啊 在这次的弃权票中居然还有一个西班牙 要知道啊 在欧盟最先提出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时候 西班牙可是最积极的一个了 结果这最后一次他们居然选择了弃权 看来我们中国前一段时间 针对猪肉及其副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确实是打痛了西班牙 所以他们这一次吸取了教训 从这一点来看啊 针对欧盟这一次那些同意对华加征关税的国家 我们中国后续绝对不能惯着他们 实际上呢 我们外交部早就打开天窗说两话了 对西方国家这种无理的制裁 我们中方不会坐视不管的 至于如何反制欧盟的无理加征关税 我们中国或许需要勤贼先勤王 对于法国和意大利 这两个坚决表示要加征关税的国家 我们应该直接用实际行动回击 那效果可能会更好 比如对法国的红酒或者空客发起安全调查 对意大利的奢侈品呢 也发起反倾销调查等等 不惜一切代价 打疼打醒他们 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捍卫我们的自身利益 想好好谈 那大门就敞开在那 他们随时可以来 如果还有人坚持要搞关税战 那我们中国也会和他们斗争到底 坚定维护我们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 从12个国家选择弃权来看 对于中国之间的这场贸易战 欧盟内部持观望太多的国家还是有很多的 所以我们中国也需要有两手准备 一手呢 是要继续以友好谈判的方式来争取解决问题 在一个融洽的范围下 同欧盟达成互惠互赢的写定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做好谈判破裂 必须对他们进行全面回击的准备 而且要挑重点的进行回击 总的来说吧 欧盟单方面决定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行为 严重违背了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 这样的做法不仅对中国的公司 对欧洲的消费者也是一种伤害 换一个角度来想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对发达国家的汽车业充满了敬畏 而现在形势逆转了 我们的竞争对手开始忌惮我们了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电动汽车产业是真的很强 强大到了让竞争对手不得不破坏自由贸易规则来限制我们 虽然我们中国厂商在欧洲的戳户业务将因此受到一定冲击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困难可能只是暂时的 如果欧盟执意要闭关锁国 那么时间就会让他们知道 这并不是一场可以既要又要的游戏 而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失败的战略策略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